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3年 9月3号星期日 那我有收到两台不断电系统 那它的厂牌是 伊顿菲瑞木屏 名称还是有过长的 它的机型是A500的 500VA 300W 110V 60Hz 4.69A 租出的部分是 110V 60Hz 4.55A 坦白讲300W对我来说是 不太够 这个如果你要买的话 我是建议你电池一定要换新的 这颗电池我目前看起来 它的感觉还是蛮新的 这边好像没有生产的日期 电池的部分 通常我都是建议你买回去 要换一颗新的 这种电池的寿命大概 最久应该也不会超过三年 那平均两年就要换了 那它是12V特的 7.0AH 20HR 它的型号是RT1270的电池 那这一颗电池我有问认识的老板 他给我的报价是450V 你要买电池的话就是依据你 个人认识的老板或者是店家 请他们再重新报价 那你如果要让我换的话 目前我的报价就是依今天为主 那我们量一下电压看一下 那我这一颗电池目前量起来的电压 还有14.8V特 这颗电池感觉上应该还是蛮新的啦 那因为我在卖这种东西的话 我一样会把电池付给你 但是还是建议你回去 可以先试用它的续航力 你再自己决定要不要更换电池 那因为更换这种电池是蛮简单的 所以这个你就自己更换 也不用拿给别人更换 反正你就是红色就是正极 黑色就是负极 那它的线都已经帮你配好了 你就是买电池回来 然后直接拔掉插上去 这样子就更换完成了 这个技术成分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个你可以自己更换啦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装回去 装回去也是蛮简单的 它就有两个螺丝而已 那其他的部分都是卡扣的 你就对准 然后卡进去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翻过来 它就两个螺丝而已 那你就是把螺丝锁上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目前是供电中 那我这一台已经 插电插了两天了吧 那我们量一下它的输出电流 目前量起来是130 会不会是我这个快没电的关系 应该没有那么高啊 应该是我这一台的问题啦 我先换一下电池好了 换完电池我们再来量一次 量起来是117V 这样子就正常了 那其他的我们也量一下好了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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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我用这种小风扇来做测试就好 那是0.25A的应该是可以 那我们先用这一个好了 那目前是正常 那我们尝试把它断电 那这个可能有问题哦 那初步测试的话 应该是这两台有问题的 那我们看一下电池拔起来以后的状态 这一颗还有13V 那这一颗也一样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那我们测试一下 那这一颗目前 电压有 但是电流没有 这一颗看一下 这一颗就有了 这一颗有5.2V 量出来只有6V 这样子就不对了 这样子代表可能是电池故障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换电池了 电池看起来这么新 怎么会那么容易换 所以只要去买电池 回来更换就可以了 这两颗我就不装上去了 因为装上去也没有用 因为现在 目前测试起来 应该是电池坏掉了 那为了测试 是不是 主机的问题 所以我拿了一颗 我之前买的这一颗电池 来进行测试 因为他们一样都是 12V的电池 所以我们就 一样来测试看看 那我这边先看怎么把它接上去 OK 那我这边将 电池接上去以后 因为我这边是断电的 所以它目前会有 这种低声 那我们一样再把电源接上去 然后电源打开 OK这样子就正常了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可以 那目前这样子测试起来都是正常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断电 OK 然后它会显示异常 所以现在用的电就是电池的电 这样子整体测试起来就可以确定是 电池损坏的问题 主机板目前测试起来是正常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另外一台 那第二台我也接上去了 那目前是断电的 那我们先把电打开 OK 那现在就有在充电了 那我们测试一下 那目前是正常的 那我们直接把它断电 OK 那现在又吃电池的电了 那这样子证明这一台也是正常的 那这样子测试起来就可以 明确的知道我们这两台只要更换新的电池应该就可以了 那我这两台就可以卖了 那你如果是要我帮你买电池再换上去的话 那可能价格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这一台就是 目前以这样子的空机下去卖 那我这一组 不断电系统的测试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